大家好 又來到迎風秋飾的頻道 講起我們戲行很多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年紀 大家會見到 除了化英俊之外 還會有機會有點鬆口 今天我們 大家要見到阿輝 他已經鬆了手 好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戲行的鬆口 鬆口對我們母生或醜生的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大部份時間都遮蓋我們大半面 我們有時都要靠鬆口去做 那就好 瘦很多 那就未必的 口鬆剛剛有空位大一點 很少瘦一點 但撐爆了也挺好看的 明白的 介紹一下 有很多種鬆口 那些鬆口有很多種顏色 有很多種種類 例如這一口 我們最常見的 叫做黑三啞 即是有三汁的 看到了 有三汁的 這樣構造的其實是一條銅線 上面這些不是髮型 很多時候現在是用一些叫做鷹 即是一些是無牛的毛 嗯 大家看到那條銅線 其實就成一個勾形 可以方便勾在耳朵上 嗯 很多人都很奇怪 你們經常戴著口鬆 頂著鼻子便很癢 但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是誤解 不是頂著鼻子 我示範一下怎樣戴 抹大口 好 你看看 然後勾在耳朵上 拿上唇一頂 剛剛頂著上唇 對 壓著嘴唇 其實都要習慣 而且每一口鬆 你戴之前都要調校很好 而且你要好好保養 然後最常見的第二位 就是這個 第二位 滿壺 為何叫滿壺 你剛才看到 三啞分三汁 滿壺就是全部都是密的 對 全覆的 是 全覆過 同樣都是有勾的 對 這個就是我們花面用的 這一口就是我 尤其是做 黃三客的時候 一定會用這些口鬆 因為我習慣用熟了 就比較 看得出 有些有彩質在 哎呀呀呀呀 好 然後是這樣 還有一些是薄一點的 薄一點的 通常都是叫滿壺 但其實有個專業名稱 叫做二圖 那些是老生的角色 就不是花面的 是 比較短一點 薄一點的 原來這樣 因為我看到還有兩汁 這一對是一對笨 就是我們勒頭之後 就放在這裡 放在兩邊 然後 再用那條 我們叫頭帶 或者有些人叫精神帶 壓住 壓住 然後重頭是甚麼 就是因為這裡 有一個缺口 這裡會有一個缺口 帶了下去就有缺口 沒有那麼美觀 就用一對笨 遮蓋著它 有一點遮醜 這個可不可以有其他顏色 任何的鬚口 在我們戲曲裡面 都是有不同的顏色 即是同一個種類 有不同的顏色 最常見的就是有 黑色 白色 倉 這個見到了 我見到一個是屬於倉的顏色 對了 來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 叫做五樓 五樓 五樓鬚 這個是倉的 你們看到了 就真是 又黑又白之間 可以是由兩條銅線組成 但是它也可以放在一起 有時是固定在一起 有時是分開的 我見到這個分開的 這個下汁 是不是那些羊背鬚的那些 對了 下面這樣單獨使用 就可以做那些 比如說六月雪裡面的 羊姓公裡面的角色 就可以用 有些比較少人物 可以用在上面 但是會比較短 有長有短 因為五樓也可以 但如果混合一起使用 就會成為一口五樓 好了 介紹完這個五樓之後 我見到有一個 比五樓再短一點 那這個 又是甚麼 這一個 它沒有一個特定名稱 但是我這口鬚 我是做清裝器的時候會用的 因為清裝器 清朝的男性都是 剃頭的 剃頭留邊 所以應該是沒有笨的存在 所以我這個 只有上面 兩側鬚和一個麻麻 我還見到 有一個紅色的 你看看 紅當當 這個還搞笑 你看看中間 有一個千秋兩處 大家見到嗎 這口 又好像滿壺一樣 但中間是中空了 還有一個我們叫吊搭在這裡 這個就叫渣 通常有些花面的角色會戴 通常會配合一對耳毛 記得讚好、訂閱、分享 有建議的話可以留言 或者是電郵 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有新片的話 第一時間就會通知你 記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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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